网上有一个问题,有一份工作到底有多重要? 有一个回答让我印象深刻,工作不仅仅是赚取一份收入的途径,更是维系身心健康的重要支柱。 我们常常将工作的意义简单地归结为一张薪水单,却忽视了它背后更深层次的价值。 它让我们拥有规律的生活方式,拥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,以及与他人保持紧密联系的渠道。 所谓的带心养生,正是这种平衡工作与生活的最佳状态,在为生计努力的同时,也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。 1.养作息 不知从何时开始,养生对我们越发重要。 各种补品盛香买,保温杯里也泡上了枸杞,在不敢过年轻时,恣意放纵的生活。 其实,养生的尽头,只需在工作中养成一个好作息。 想养生,首先要找到正确的工作方式。 网友田鱼刚毕业那会儿,每天都熬夜到凌晨,然后第二天睡到日上三干。 时间一长,他明显感到身体状态出了问题,不仅容易头晕,还常常吃不下饭,睡不着觉。 自从上班以后,他就形成了很规律的生活习惯。 早上六点多起床看书写作,八点多出门上班。 下班后,再去江边走走,看看日落和晚霞。 回家后,也会有自己的生活和学习规划,十点后准时进入梦乡。 日复一日的规律生活,让他养成了一副健康的体魄。 过去容易生病的他,如今反倒无坚不摧。 跟同龄人站在一起,他明显气色更好,更年轻。 不少人认为,工作太过辛苦,只有不上班,多休息,才有益于健康。 那些跟大学的研究小组,通过分析长达27年的健康与退休研究数据,得出结论。 那些拥有意义和目标感的人,往往寿命更长。 俗话说,压力及动力。 人在目标的趋势下,意志力会变得更强,表现在身心上,就是作息更规律,行动更高效。 工作到90岁的心理医生中村横子说过,最好的养生不是退休,而是好好工作。 宋美玲活到106岁,也曾在日记中总结长寿之导,工作是半个生命,越忙越有精神。 人要年轻要健康,就要积极参加工作。 你看,对于那些热爱工作的人来说,劳作从不是负担,而是治愈一切的良药。 从现在开始,规律你的作息,不透支身体,不消耗健康。 当你真正忙碌起来,自然会实现带心养作息,生命之术亦能长青不败。 二,养情绪。 你什么时候最有危机感? 有人说自己买房后,每个月要还4000的房贷,手头只剩1000多的生活费,每天都焦虑到失眠。 有人说自己每半个月就要住一次医院,家里还有小孩要养,他现在每个月都要从网上借钱,才能维持生活。 研究显示,78%的成年人会因财务问题等失眠,其中39到54岁人群里,64%的人受财务问题影响最严重。 很多时候,我们大部分的焦虑都跟钱有关,与其让自己的身心因为缺钱胶着不移,不如通过上班来治愈。 前一段时间,重温电视剧幸福两重奏,顾小南的经历让人感慨万分。 顾小南和董博宇结婚后,选择当一名家庭主妇。 他每天辛苦打理家庭,却依旧得不到董博宇的理解与尊重。 一旦顾小南的行为不如他意,等来的就是一顿指责。 在压抑情绪的笼罩下,原本开朗的他变得越发抑郁。 就连生病做手术,他都不敢告诉丈夫,生怕遭对方嫌弃。 因为没有收入,在这段婚姻里,他不得不处处低头。 翻然醒悟后,他终于决定和董博宇离婚,捡起曾经放弃的舞蹈梦。 后来,他开办了舞蹈培训机构。 有了自己的事业后,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,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。 电影《寄生虫》中的有一句台词, 钱就是运斗,能把一切褶皱运平了。 工作赚钱,就是治愈痛苦的一级良药。 把内好和抱怨的时间,用来做有价值的事情。 你赚的钱多了,内好自然就消失了。 南京女孩王神爱,出生在一个不太宽裕的家庭。 在父母的影响下,她早早就开始为钱发愁。 一旦都理得钱见底,她便充满了焦虑。 直到工作以后,王神爱有了一定的收入。 看着手里的存款越来越多,她一只紧绷着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。 她之前的筹讯内好全都消失了,性格也开朗了许多,举手投足间皆是自信。 你看,赚的每一分钱,都是为你撑腰的底气。 真正聪明的人,都懂得带心养情绪。 要知道,所有的焦虑不安,痛苦无助,都能在赚钱中得到缓解。 唯有认真对待你的工作,钱包才能鼓起来,为你治愈一切情绪。 三,养心态。 不知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,出入职场时,工作上出了纰漏,就会觉得天塌了。 私下担惊受怕好几天,生怕领导问责,领导批评两句,就容易破防。 动不动就把离职挂在嘴边。 过去种种,我们如今在看,不免哑然失笑。 到了一定年纪才明白,工作的价值是助你修炼自己的心态。 前央视主持人王小千出入职场时,心态很不稳。 当时,按照学校的要求,他必须在毕业前做出一部播出节目。 为了节目的录制,王小千连着一个月都没能好好休息。 可在录像的那一天,他却得知自己准备的节目被另一个知名主持人录完了。 王小千见自己的心血被别人抢走,在演播室外寄得哗哗流眼泪。 女主持人出来时,还故意给了他一个不屑的眼神。 时候,王小千心态起伏很大,一宿一宿地失眠,工作效率也十分低下。 后来,他主动调整状态,把精力收回来,更加努力地提升自己的主持功底。 工作久了,他的心态被磨砺得越发平稳,身心也更加舒畅。 毕业后,他成功在央视站稳了脚跟,而那个女主持人早已离开了电视台。 职场非净土,少的是如愿以偿的故事,多的是层出不穷的事故。 在工作中,你会遇到勾心斗角的同事,在背后抹黑你。 谈合作时,会碰到故意刁难你的客户,就这一点小挫不放。 我们的内心,也在这一次次的磨难中,养得越发坚韧强大。 周国平说,人的身体是受心灵支配的,心态好是最好的养生。 懂得利用工作的点点滴滴,滋养你的身心,磨炼你的意志,才是一个人最大的远见。 曾经有人向日本著名作家中村恒子请教,如何在繁忙的生活中保持健康与活力。 他的回答出人意料又极为简单,做好眼前的工作。 人生的下半场需要更多的平衡与智慧,而工作正是这个阶段中最好的养生方式之一。 它赋予我们生活的节奏感,赋予我们思维的挑战与成长的机会,也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存在感和价值。 因此,珍惜你的工作,投入其中,保持干净与激情,就是对自己身心最好的滋养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、分享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。